我素先畫 然後呢 後面呢 有草 那我草就在 在 後來才畫 後來才畫 而且呢 盡量的不要連接 一定要有 留一點點空 要留一點 留白 留在那個 第一個物像的旁邊 要留一點點 因為你一接 就等於是從 它的那個 前面這個物像呢 長出來的 就不好看 比如說我現在 現在這棵樹 我這裡有一個側枝 長出來了 側枝長出來之後 到了這個 另外一個旁邊的枝條 另外一個旁邊的枝條 我把它跳過去 邊上要留白 這樣子呢 不能把它 把它 畫滿了 你畫滿了以後 它變成這個樣子 畫滿了以後 要變成這個樣子 那這樣就 构圖上就失敗了 好 再來 我們在畫荷花的時候 在畫荷花的時候 常常會 一個問題 畫那個荷花的那個 那個刺 它這個 你看喔 這個 這個梗 這個水面 不要跟它連 要有留一點點 留一點點 不要跟它連 不要跟它連 表示說 我這個 這個 這個 荷花的這個 梗子呢 它不是從 葉子長出來 是它還生到裡面去 到這個 知道嗎 好 它有刺 它的刺呢 你可以用點來 表示 用點來表示 但是呢 在這個 梗的外面 可以點 可以點 不跟它連 那 不跟那個 梗子 點在一起 表示說 我這個刺 是在後面長出來的 明白嗎 後面長出來 你如果是 畫那個 那個 玫瑰花的 玫瑰花 玫瑰花的刺 是這個樣子 但是有時候 你也可以 我沒有跟樹幹 連在一起 表示說這個刺 是後面長的 後面長的 所以這個都是 構圖上要重要的地方 構圖上重要的地方 好 那今天我又給你們一個 風阻 那這個風阻是 比較簡單一點的 大概是好像比較 複雜 對不對 好 現在比較簡單一點的 那 我們這個風阻呢 我今天再加一個 土地公廟在上面 你們看看會不會